Hello 大家好 我是肥仔傑 今天是2022年6月14日 今天有四件事要和大家討論 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在三年前 有五名黑暴因參與黑暴的非法集結 而被警方拘捕 後來這五名黑暴聽了肥必指導去踢補 踢補成功以為自己一勞永逸安全 結果他們在今天又再被人拘捕 稍後會說說這件事 另外第二件事要和大家討論 就是早前在中環發生的黑幫槍擊案 警方在昨日宣布圓控25萬 追查槍械和涉案的疑犯 稍後會和大家討論這件事 如何可以舉報和甚麼人會舉報成功 另外第三件事想和大家討論 就要討論近日比較多人熱門討論的荃灣同黨案 近日在網上流傳一段影片 就是有一名女童被其他同黨掌掌她的臉 超過21下 不禁令人想起以前香港亦出現過不少港女十四巴事件 但今次與別不同 因為今次牽涉到的全部都是在學的女童 而這件事亦驚動了警方 警方正在介入調查中 而在這件事亦拘捕了幾個女童 在這件事我有一些自己的看法 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另外第四件事要和大家討論 就要繼續跟進內地河北省唐山市的打人事件 而早兩天在唐山市市政府推出一項雷霆風暴的專項反核大行動 而在這行動上他們鼓勵民眾 就是要將一些涉惡涉黑的情況大幅舉報 但事後竟然有民眾發現 這個電話根本是假的 甚至有人質疑當地政府是否要繼續包庇黑幫 連一個反黑幫的行動的一個舉報電話 都是一個假的電話 打不通的電話 為何會這樣 稍後我會和大家詳盡講這件事 在影片開始前 希望大家可以Like這條影片 分享這條影片 讓更多人收看肥仔傑的頻道 也希望大家可以按右下角的訂閱和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肥仔傑任何一條新影片 首先第一件事先跟進今日本地新聞 相信大家都知道在2019年的黑暴事件 當中有些人選擇了所謂的踢寶 而這個踢寶的行為其實就是這些攬炒派的代表人物 教他們的 當中最經典的就是這個肥必 譚得知 經常在網絡上拍片教別人怎樣踢寶 而且跟別人說踢寶你便安全 這樣誤導我們的年輕人 當然我們全部都知道踢寶不代表安全 只是當刻警方在48小時內沒有辦法把你送上法庭 沒有辦法搜集足夠的證據 所以那一刻只可以放了你 保釋也不可以做 而在事後當有足夠的證據的時候 踢寶不代表不能拘捕 所以這次我想說的就是警方在今天時份 又再拘捕了兩名本地男子和三名本地女子 合共五個人 年齡介乎18至38歲 他們被控於2019年10月27日 當時在九龍的青森寺對出 發起梭士巴黎公花園的一個集會 而且他們最終走到旺角亞街老街 染暴房街一帶聚集 亦破壞公共設施 他們最終被控以非法集結 以及在公眾地方管有攻擊性武器 管有任何物品意圖摧毀財產罪 最終這群人將會在6月28日下午 在九龍城裁判法院提堂 在此呼籲大家 千萬不要以身事法 亦不要亂相信攬炒派所說踢寶就可以 所以踢寶就不會被拘捕這些廢話 跟進完這個新聞後 跟大家說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是中環的槍擊案 中環槍擊案發生於6月10日 到現在已經超過四、五天 四天 這件事到現在警方依然還未被拘捕 當日開槍的那位新義安人士 估計便會被拘捕 因為警方已經在過去幾天連續多日高調地反黑 亦相信如果他是黑社會那邊的人 他們看到正常生意被拘捕 他們怎樣都會被拘捕 但最終他們沒有被拘捕 警方依然還未找到人 所以估計便已被拘捕 而警方這次就這案件宣布 懸紅25萬追查涉案用的槍械 或者用槍者的下落 今次警方表示 警方高度關注這件事 如果市民就著6月10日中區開槍案有資料提供 便懇請向警方提供 亦會召開其他會議進一步加強合作 嚴厲打擊這類型的罪案 如果大家有相關的槍械者的下落 或者槍械的一些資訊可以致電999 又或者聯絡6277-1708 和有組織及三合會調查科聯絡 老實說這件事不是普通人可以拿到這筆懸紅 首先你作為普通人 在任何影片中看不到開槍的人的容貌 基本上你沒辦法知道那個人就是開槍的人 第二你更不會知道槍在哪裏 我估計警方這次的做法 其實最主要是要重新出那枝涉案開槍的槍 人顧名思義重要 要找到他 他也是黑社會的一個 但那架槍極其重要 如果那架槍仍在那個人身上 當警方逼到那個人去絕路的時候 那個人會做出甚麼行為 他會否危害到公眾會否拿槍斷射 會否有精神問題 所以警方最重要最主要的任務 就是要尋回槍 所以大家看到今次警方的圓紅 他也不是直接圓紅通緝犯人 而是通緝槍或犯人的下落 最終他們也是想尋回槍 因為大家都知道那個犯人的身份 基本上警方正在尋找他 但現在最重要是怎樣尋回槍 這件事留給警方的跟進 這也是初步和大家了解本地有甚麼新聞 但另一件事我就要說一說 就是近日在網絡上熱議的一個話題 有一名12歲的小朋友叫女童女孩 貴地給一些同黨 即是一些同年齡的女子 瘋狂掌刮她21巴 甚至拍影片 在過往我們稱呼這些人為同黨 這件事引起社會關注 就是大家在關心 為何同黨這麼猖狂 警方有沒有工作等等 據知這段影片本身不是警方發現這件案件才流出 而是這段當中涉及打人的女童 這些同黨打算貪威 貪刑 貪勁 把打人時拍到的影片放上網 打算羞辱這個12歲女 結果他不知道原來這樣會招離法律的問題 就是他這樣做就是曝光自己違法的行為 而當時這段影片看到 有人至少刮了這名12歲女21巴 而在影片中一名黑色短裙的少女 不斷用普通話質問一個白色衣服的少女 這個白色衣服的少女便問 我甚麼話都沒有說過 黑色短裙少女繼續質問 更加掌刮女童 在現場的人繼續起哄 質問女童 你是不是說過她的壞話 你一時在英國 一時在美國 一時在深圳 短裙少女及後又連續掌刮了白衣少女7巴 並指責她 是不是困難 打我 另一個少女接著落力繼續掌刮白衣少女3巴 旁邊有人說 不夠爽 用力一點 甚至有人說 你不是說我很煩嗎 我現在有點煩你 我怎樣煩你 然後再掌刮白衣少女18巴以上 這件案件我們可以視為一個性質惡劣的同黨欺凌事件 而當中這幾名少女全部都是同學 他們全部都是同班 而早前因為涉及到這名12歲的少女 她口多多在朋友圈在微博上發了一個訊息 聊交打 覺得自己很打得 得罪了同黨的大姐姐 通常這些情況 我們不會去責怪受害者 首先第一 受害者無論她說了甚麼也好 在香港說話是不應該被人打的 除非你是做非法的事情 被警方拘捕你 反抗警方拘捕你 這樣也沒話可說 但如果普通人做正常事情 說話發表自己的感受 是不應該遭到別人的嘔打 所以無論這個女同她說的話 她本身是聊交打也好 她本身說的話是否有侮辱性 打人的就是不對 因為我知道網絡上總有一套道德觀念 好像唐先生打人案一樣 他們的道德觀念是先聊者戰 這個女的被人打 因為她說這些聊交打的事 我不認同 甚至唐先生案中有人說 女的凌晨2時出去吃宵夜也不方好人 被人摸一下 聲音好氣一點不行 也要爆別人的瓶 被人打 抵她 這些說話是非常惡毒 反而縱容了這些施暴者的行為 今次的事件 警方拘捕了五人 而據知這五名少女和少男 因為有一個男人在這裡 我不知道如何稱呼她 她在這個案件曝光後 他們一直沒有上學 也沒有回家 最終被警方找到他們出來 最終被拘捕了他們 老實說這件事不方便播放影片給大家看 但如果大家想看這段影片 我下面的留言欄和評述欄都會給大家連結 大家按下去可以看到這段影片 這件事我們香港政府或警方要正視一下 就是關於同黨的問題 現在同黨問題在多年前一直都有 特別是九幾年的時候 當時最有名的肯定是受貿平同黨消失案 這個案件亦轟動了全香港 而我們看到同黨的作惡範圍其實也頗大 而且他們對市民的影響也頗大 特別是對於年輕人的傷心發展 有時同黨專門欺凌的是一些同年多的人 或者在學校內到處欺凌 到處霸凌 影響其他人的學習 這個模擬家長是有責任的 而且學校對於教育方面也有責任的 有時香港的教育制度也很畸形 有時一直追求著要是死背書填鴨式的讀書方法 但反而缺乏了一些多元的發展 多元的培訓 反而在學校內做不到這個效果出來 衍生到令家長在小朋友放學或放假的時候 才在外面學習其他東西 而在學校一尾追求成績 其實和我們小時候已經不同了 而小朋友本身的身心發展是非常重要 一覺不覺意 很容易會墮入反半期的圈套 就是其他人給他的圈套 就是加入了做同黨 學壞了 我相信每個家長都比較擔心這件事 而政府那邊更加要正視一個問題 就是同黨 特別是出現高危的一些區域 包括較為貧困的區域 我舉個例子好像深水埗的一帶 其實很多公園會出現吸毒的人士 在公園上徘徊 甚至日光日白在吸毒 吸到躺在街上經常見到 而且大廈上很多都是三毛大廈 有時很適合同黨作案 又或是像今次的荃灣這件事 他們那區的三毛大廈同樣可以直達天台 任人上去 所以這些衍生到一些治安問題 在這件事上我認為政府要和警方或學校教育局那邊 都要加強聯絡 看看如何幫助一些邊緣青年 一些同黨的青年 以及要減低這些黑社會 或是暗底有暴力人士 或是一些有背景的人士 在學校接觸到正常學生 我理解一句有較無慮 但有時在政策方面必須要制定一套方案 如何阻止這些東西滲入校園 更加最嚴重的一件事 我認為不單止是同黨那麼簡單 而是會不會衍生出他們成為暴徒 大家知道2019年黑暴事件中 有很多年輕人出來 而當中不乏就是這些同黨 因為他們之所以成為同黨 就是因為他們聯群結黨 如果不能聯群結黨 他們就成不能成為同黨 亦沒有依靠 所以變相在2019年的時候 有很多人因為看到身邊朋友都出去 自己不出去不合群 或是身邊朋友叫我出去 我不出他們說我是藍絲 說我是共狗 杯葛我沒有朋友 我不想這個我很好朋友 所以就出去了 最終被捕 而同黨的問題同樣亦會衍生出 他們會不會牽涉到暴力 當有些社會事件上 由於他們當年沒有好好讀書 他們將他們沒有好好讀書 做不到成功人士的悲哀 轉化成為對政府的悲憤 然後當對政府有施政不滿 他們就像那群暴徒一樣 出來打架打人 甚至用他們平時在同黨所做的事 去欺凌其他香港市民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我們要解決香港的治安問題 令香港長治久安 亦要解決年青人心中多重的矛盾 和多方位的矛盾 清除這些惡勢力 清除這些同黨的勢力都非常重要 黑社會比較大年多 可能過了18歲 那些就直接警方圍剿他們 但如果對於同黨那些 我認為政府和教育局那邊 都要多些聯手合作 聯同警方一起開道教化這些年青人 他們在老筍還未關上的時候 神之不清誤入歧途 但不能讓他們進一步 成為破壞社會的核心 OK 說完這件事想說第四件事 要說說近日的唐山打人事件 相信大家追開我頻道也不會陌生 唐山打人事件 如果大家還未清楚 可以去看前幾條影片 但今天要說的一件事 就是近日在兩天前 唐山發現不對勁 現在這麼多人圍剿我們唐山 我們要做出一些行動 他們決定成立雷霆風暴的行動 雷霆風暴好聽 雷霆風暴是一項專項 由唐山市政府領導的反黑 反惡 除惡的大行動 而在這個行動中 他們官方公佈了 如果大家有黑惡勢力 你要投訴 你有幾個方法去舉報 首先第一舉報的地點 你可以直接來到唐山市公安局信訪接待窗口 這個信訪接待窗口在哪裏 就是唐山市路北區長寧到956號 亦是唐山市路北區公安局 這裏已經顯身問題 第二就是舉報電話 就是唐山市公安局警務督察舉報電話 這個電話是031512389 亦有舉報的郵箱 這個郵箱不知道是哪裏 這是唐山市公安局的雷霆風暴行動 專線的資料 這個資料一出來後 很多人質疑 就說我這次要舉報的 正正是這個路北區的警員 你現在由郵遊自己游查? 不可能吧 我過來舉報還要擔心你的警員認到我 我轉頭可能舉報的就是他 這裏衍生了很多市民的問題 但另一裏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原來他這次的舉報電話 基本上是無人接聽 電話不通 很多人質疑這個問題 搞錯我打了很多電話 後來有相關公安部門的人員說 因為太多人打電話來 所以你可以再試幾次 這裏我看到幾件事 首先第一 他到底唐山的公安部門 他有沒有很盡責地處理這件事 他有沒有針對這件事 做好他們自己的工作 很明顯沒有 他搞這個所謂雷霆風暴 雷霆風暴這件事 但事實上電話彈不通 舉報舉報不到 排隊的人龍多不勝數 完全排不進去 公安處理的手法非常慢 現在公安處理的手法 拘捕人的速度不及報案的速度 報案的速度不及媒體的速度 媒體的速度不及曝光實名舉報的速度 實名舉報現在比警方更快調查 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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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過去實名舉報 這次唐山真的出大事 而我第二件事除了他們看到不作為 連電話號碼都可以假 連電話號碼都可以假 他根本不想被人舉報 甚至有些網民笑言說 我做給你看 沒想過你真的打過來 打過來打不通合理 笑言這樣說 而我看到的另一件事就是 既然好像公安所說 這次真的有很多人舉報 所以令電話閃電 既然這樣 唐山市公安局更要反省 問一下為何開一個舉報專線 會有這麼多人出來舉報 為何近日才有這麼多人出來舉報 為何以往沒有這麼多人敢舉報 為何 到底背後的大雨 這個保護傘有多大 我們只能說唐山現在下雨 是時候要打傘 但打的到底是甚麼散 就是留待未來的公布 這次他的電話號碼也引發了一場風波 事後唐山市那邊透過他們公眾號發布 說舉報的電話號碼已更新 原先他們的舉報號碼是警務督察的專用電話 現在為了有效率地接受受理雷霆風暴的專項行動舉報 所以他們開了一些固定電話和手提電話 接受專項的舉報 之後就開始有人接聽電話 開始有接線員 亦開始有人舉報成功 有時事件不要做得那麼噁心 亦看看接下來的反黑行動造成是怎樣 我不希望唐山市是一個所謂的反黑行動的表演 但據我所知近日有多名包括法官 派出所的隊長 執法部門的相關人員 以及一些紀檢的官員都遭到實名舉報 在唐山那邊 全部實名舉報涉及到一些黑惡勢力和貪污的行為 接下來有待中央查 據知中央已經開始派到唐山那裡 由北京抽調人到唐山那裡接手處理相關的工作 接下來就看看情況是怎樣 今天時間差不多 如果喜歡肥仔傑影片的朋友 希望你可以給我like這條影片 分享這條影片 才可以更多人收看肥仔傑的頻道 希望大家可以這樣有限的訂閱和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肥仔傑或新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和鈴鐺